上次跟大家示範 我們取9毫升 0.85%的NACL作為稀釋用的 稀釋液 今天 我們就使用另外一種常見的0.1%的Peptone Peptone就是 我們使用的是BD品牌的Peptone 也是一樣 這兩種稀釋液選一種使用即可 他的目的都是減少細菌在稀釋過程中所造成滲透壓 上的 困難 好一樣我們每根管子標示 -1-2-3-4-5-6 進行今天的 的稀釋 首先 我們使用安全吸球 跟上週一樣的步驟 -1-3-4-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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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7-6-6-7-6-7-7-6-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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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取9毫升 刚好意面的下缘切齐了 依这个位置 发源再次更正 这个是TD的PIPET 所以我们不需要 把最后一滴挤出来 一样可以使用 好我们示范两管就好 接下来使用 1000μL的 蓝色的MicroPIPET 确定使用前是在1000的位置 这时候使用 灭过菌的TIP TIP 它在这边会有一个灭菌的 胶带 代表说这个已经灭菌 这边上面已经没有水质 代表已经烘干完毕 那一样如果说在实验室看到 已经有TL这种灭菌胶带了 就不要打开它 除非你真的需要 使用上压下去 不够紧的话转半圈 这是我们这次 由大罐的饮料所分装出来的 一样先 假设已经是 已经摇晃均匀之后 我们取一毫升 这时候取的技巧 先压第一段 再压第二段 保持我们MicroPIPET的垂直 慢慢吸上来 慢慢吸上来 这是操作手车教我们的技巧 这时候它里面的总体积 是超过1000μL 这时候压呢 只要压一段就好 然后这些其实可以丢掉 但是我们就小心缓慢的让它起来 把它放到我们的回收桶去 这时候进行摇晃 假设已经摇晃均匀了 我们接下来取第二根 假设太近压后均匀 一样 这时候呢 因为它粘度降低 我们可以不用使用压两段方法 我们直接取一段 好 那一样就这样开始 在混匀之后 持续稀释直到六管都稀释完毕